米尔顿非神非人 越地狱为女儿报仇 救孙女 派伯女招待米尔顿的好帮手 话说呢 在地狱的米尔顿 看着邪教头目杀了自己女儿 又想用女儿的孩子祭祀以求永生 为了替女儿报仇 为了救孙女 米尔顿竟从地狱里逃了出来 在她赶去救孙女的途中 偶遇了女招待派伯 她替派伯修车 作为交换 派伯让她搭车 可是派伯到家境发现 未婚夫在和别人偷情 于是就将小三暴打了一顿 太他妈哭了 可他未婚夫竟打了他 米尔顿看不下去出手相救 于是派伯就和米尔顿一起上路了 他们来到了一个酒店 就在晚上循环作乐之际 邪教徒来了 米尔顿一边做爱一边开枪 干掉了手持冷兵器的邪教徒 一枪一个牛逼 在米尔顿子在用近视 派伯来了 将邪教徒干掉了 米尔顿提上裤子和派伯走出了酒店 而这时 地狱派来追杀米尔顿的自称 会计师的人 用FBI的证件 骗了两个警察来抓米尔顿 米尔顿和派伯将警察干掉 开车跑了 看这么多人追杀米尔顿 派伯开始怀疑他的身份 但是米尔顿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这时会计师也开车追了上来 他们开始狂飙车技 米尔顿开枪却打不死会计师 只有猎神枪对他才管用 派伯将猎神枪递给他 一枪打过去 会计师躲得及时 没打着人 但是车翻了 掉到了桥下 他们继续前行 来到了一个教堂 米尔顿走进来 看到了墙堡中的婴儿 这婴儿就是他的孙女 刚要靠近就被周围的人控制住了 孙女在他们的手中 他只好放下武器任人宰割 被打穿了头倒地 派伯也被带走了 米尔顿竟没死 忽然醒来 对教堂里剩下的教徒 一阵狂扫 随后开车狂飙 追赶邪教徒的车 派伯那也不是省油的灯呀 在车上疯狂反抗 见米尔顿开车追了上来 他就更玩劲了 找到机会 从车窗跳到了米尔顿的车上 派伯对米尔顿的不死之身感到疑惑 米尔顿没有解释 两人继续上路 而会计师也从教徒那儿得知了 米尔顿越狱的理由 于是 在邪教徒报警 要警察追击米尔顿时 会计师帮了他一把 让他顺利到了目的地 在那些邪教徒狂欢庆祝之时 米尔顿出现了 开枪一阵狂扫 邪教徒老大最终也死在了 米尔顿的猎神枪下 孩子被救了 女儿的仇也爆了 米尔顿办完了该办的事 回到了该去的地方 本片是一部3D动作电影 由帕特里克·卢西尔指导 尼古拉斯凯奇 艾梅伯·希尔德等主演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0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罢了